颱風來襲 這個颱風三陀俄 它的路徑真的非常奇怪 來勢洶洶 說來就來 從南部切上來 但是他到家門口的時候 又變得歸宿特別特別的慢 時速居然是9公里 每小時9公里 轉到4公里 這大概是阿嬤騎腳踏車 速度都比較快一點 就是因為太慢了 所以他在海面上 吸得又胖又壯 整個結構非常完整 颱風也非常清晰可見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掉以輕心 目前預判在禮拜三 才會對全台造成 非常直接的影響 明天應該是集中在南部 禮拜三預計是上尾的時候 可能就會從南部的高屏溪 上來臺灣 登陸 可能禮拜四的清晨 會從東北部切出去 那我們可以看到 雖然說只有外圍碰到而已 但是在花蓮已經有土石流 綠島也有出現泥流 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一點 但是很多人在講說 上個禮拜有一個熱帶性低期 從臺灣掃過去 側翼1450 青鳥們 就說賴清德從蔡英文 手中交接下來的遙控器 你熟人輕巧 越來越會控制 隔不到一個禮拜立刻破功 不只不會控制 還直接鬼切臺灣 從臺灣這樣本島切上來 但是遇到地形的關係 不知道明天醒來 會不會再有變化 要持續密切的關注 南部倫現在很害怕 因為遠在四十幾年前的時候 有一個颱風叫塞洛瑪 他的走法跟現在非常非常的相似 當時造成了37個人死亡 298個人受傷 而且他風勁很強 居然在高雄有高達16級風 台南都有12級風 影響很大 所以南部的觀眾 從明天今天晚上開始 都要小心一點 那氣象署也有根部一個最新的 目前達標的 應該是在高雄市山區 台東縣的山區 已經達到停班停課的 這一個標準 不過包括我們可以看到 屏東 台東 這些可能都有放假的機會 不過還是大家小心一點 晚上可能外出都要注意一下 另外一個颱風 民眾黨 北的颱風是不是真的來了 在過去兩天很多媒體都說 阿伯你真的完蛋了 因為這一次是李文中 被羈押禁見 連帶朱雅虎也羈押禁見 那根據已知的 檢方透露出來的 這些新聞資料裡面 他說李文中始終否認犯刑 但是檢察官認為 他有收匯還有背信的問題 背信是詐欺誰 這個等一下要請教 韋翰跟董哥了 他說犯罪的嫌疑重大 另外朱雅虎是行賄者 李文中是收匯的白手套 這個是媒體的解讀 這個是媒體他們認為 兩個人同一個時間做處理 應該是有連帶關係 民進黨的議員簡書培 他另外發現了 奇怪了有一個很貌力 因為在這個週末裡面 大搜手 然後其中有七個 是威京集團的員工 被當成是被告 後來有的是吳寶請回 那是不是在競選 這個非競選期間 2020年的3月 發生了一個耐人巡會 很詭異很詭異的事情 大家要知道 那個不是選舉的時候 但是威京集團有七名員工 居然每一個人都很整齊的 各自捐了三十萬給民眾黨 那時候不是選舉期間 特別針對 那到底是什麼時間 2020年3月10號是印小卫便當會 隔了一個禮拜 金華城送了陳情書 再隔三天 柯文哲交辦都發局 金華城的陳情書 再隔三天 都發局起草這個陳情的回函 然後來這個時間 3月24號跟26號之間 威京七個人陸陸續續 每個人30萬 累積起來就是210萬的 政治現金給民眾黨 隔天到26號這一天 下午5點多的時候 立刻就發回復款給金華城 到了27號的時候 鳳交給這個都委會 所以時間點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當然明面上有登記的政治現金 一般人覺得問題不大 但這個時間點還有這個方式 真實在太起人一鬥了 所以李正浩說 這個可能是前金 後線的金流很快就會被勾擊出來 許淑華也認為說 在2017年的時候 柯文哲只是捨棄 西北側的市民的權利 他覺得當時就已經在幫 威京集團開後門了 請教委憾 個人給政黨的政制現金 一年上限就是30萬 那公司給政黨是100萬 那誰要給誰 這都是自由 可是問題是 怎麼會有七個人 在密集三天之內 都捐到最高額 觀眾朋友可以自己問一下 比如說如果你是支持國民黨 民進黨跟民眾黨 你有真的捐給政黨30萬嗎 其實這並不常見 因為通常都是捐給 比如說我們那個議員 我們那個立委 因為他有服務 我捐給他 捐給政黨 不是不行 但是並沒有那麼常見 捐到頂就是30萬 而且同時 這十個人 然後有七個人 他就是威京集團的人 那觀眾朋友 有人會講說 這又怎樣 確實目前還不怎麼樣 看起訴書 但是顯然檢察官 他會認為說 這個動作不尋常 好像是這個企業要捐給你看 要捐給這個政黨 給民眾黨 是可以收 目前看起來這動作合法 但時間點就在這個 就是便當會之後 所以可能就有問題 第二個 朱雅虎是坦承他行賄 那朱雅虎坦承行賄 他背後能夠影響他 或甚至可能他的經援的上游是誰 是沈慶晶 那李文宗呢 李文宗的同學是柯文哲 李文宗的權力來源 他為什麼當臺北市長是辦公室的主任 為什麼當結局公司總市長 他不會說自己跑出來 他是因為他跟柯文哲市長好 所以才當了競選總部的財務長 所以今天兩個人都會被當成是柯文哲跟沈慶晶的代表人 只是李文宗他現在 他並沒有承認他收賄 所以他把他押了 以前這麼多次 包含之前的政策現金和財務長 沒有弄清楚 都是直接就請回了 後來改成是要交保 現在是被押了 那朱雅虎呢 都承認我怎麼押 他說他的親人在海外 不知道 還怕他跑 所以也把他押了 那所以整個架構起來 柯文哲 沈慶晶 旁邊有個議員叫印曉威 然後朱雅虎跟這個就是李文宗 都押起來狀況之下的時候 我覺得這次檢調應該 講直白一點叫學乖了 他應該查到什麼東西 可是他不敢再講了 不過人家講說政策不公開 你寫那麼多 不一定 禁谷在今天晚上會陸陸續續出刊 你這個話可能要保留一下 也許明天早上禁谷會大發 但是我是一直在等 就是起訴書怎麼寫 那有一個狀況就是 確實最後都沒有金流 也跟柯文哲無關 是有可能的 但是圖利其實基本上 他還是個重罪 我知道有一些人講說 只要沒有查到金流 阿伯就全身而退 我看法倒不是這樣 因為圖利也是五年重罪 怎麼會圖利就沒事 但是如果查不到圖利的話 查不到金流的話 光是只有圖利 後面大家就會去講說 那圖利是不是代表 你是愈加之罪 何患無事硬槓上去的 那其他的部分 大家就會去做檢討 不過以這個方式看起來 檢調還在努力的鞏固圖利 然後企圖要找到金流 好 剛剛特別講到金流部分 這個我要請教董哥 七個人各自捐30萬 累積210萬 而且時間點就這麼巧 剛好是整個進化層 最關鍵的處理的一個時間點 以及我們現在發現說 游數位說 他們公佈了最新的調查報告 還真的 衛京相關人等 因為台北市政府 以前柯文哲當市長的時候 有特別規定 你任何這一些財團 或者陳情的人來 一定都要公開透明 一定都要登記 但是他調查發現說 這麼多年來 相關的衛京集團裡面 只有一個這個黃董事 這個黃董事長 朱董事長 來見了他們的局長 有登記 其他的最直接的人都沒有 那事實上你又有KTV 選前又到底是一次兩次 講得不撒撒也講不清楚 不過我們發現 這一次的大規模的 這個調查裡面 柯文哲身邊的秘書 隨物通通被查 所以是不是要去兜他們到底在哪時候 如何接觸 以及我們也發現了一個 很吊詭的新聞 沈慶金在9月25號的時候 他被請到法院去 他在調查的時候 早上是提訓了彭政生 下午提訓沈慶金 在法院裡面的法警 他們就忍不住 我覺得他應該是因應很深 才會忍不住跟記者來轉述說 9月25號傍晚的時候 問訓完應該是很疲憊的時候 但不知道為什麼 黃昏時刻 整個法院的這個庭 本來應該是非常冷靜這樣 突然間就聽到了 沈慶金在吹口哨 我不會吹 他說整個氣氛就很詭異 讓這法警整個人都豎起寒毛 覺得到底是怎麼回事 那原本人講說 可能是不是跟其他的這些被告 透過這個吹哨的聲音讓他知道說 你不要亂講話 但是他們時間有點錯開 沈慶金表露出什麼樣的情緒 什麼樣的情形 為什麼法警們會覺得冒孤悚 請到董哥 幫我吹口罩他這個黃昏雙標課 但是我覺得沈慶金他大概有恃無恐 很多人講說沈慶金已經造出多少東西 我不太相信 但是以檢察官的權力 要去勾勒出沈慶金有沒有給錢 或者見了哪些人 其實是很容易的 因為他是個大機構 他有他的秘書 你可以看沈慶金雖然非常小心 但是我們看前幾天揭露出來 連他的司機都可以說你跟誰去開旅館 怎麼樣我來恐嚇你 表示說你還是要假守他人馬 有些東西就是會呈現 到目前為止你可以看到 其實我覺得檢察官是有些斬獲 這個斬獲其實就是從朱雅虎 我們從整個案子開始就一直講說 他這土利罪 土利罪表示說我只是對你好 我又沒有獲得好處 可是朱雅虎的正直就是說 我有給錢 那朱雅虎是精華集團裡面 這家公司叫鼎業 他們去標到 鼎業公司標到精華層 總共370而已標到 標到以後 沈慶金之後我們 你裡面要有編一些公關會 公關會編兩筆 一筆一億八千六百萬 一筆兩億五千萬 這個錢就是在朱雅虎手上 他有一些給沈慶金去打點 有一些他自己去給 簡單講就是這樣 這個錢到後來 金華層成功了以後 其實很多人也獲得尚獎 朱雅虎自己也獲得 沈慶金的尚獎 這個大家也知道 所以今天朱雅虎 他講說我有給錢 當然他一定會跟檢察官講 我給誰 用什麼方式給 現金或者是 或者揮到某一個祕密的帳戶裡面 對不對 今天很多媒體在討論 說錢金七個人 每個人給了三十萬 兩百一十萬 我覺得這個不算錢金 太少了 因為太少了 你想想看 光硬小微就四千多萬 如果這個要給市政府 你一定要至少要雙倍 對不對 我覺得給一兩億都很合理 如果以你金華層的獲利來講 法官說他的獲利是兩百億 所以你要給這個都不算說什麼錢金 而且我們知道 你現在堅填給政黨 或者堅填給總統候選人 這個都是要公開的 這公開資訊最後是誰誰誰給多少 就有公開有登記 要說他有問題 可能難度比較高一點 對 所以他願意被公開的話 表示這個可能是一個表態 董哥 我要請教一個 因為我們剛剛掌握到一個 最新的消息 下午檢方又有一個新的面孔出來 一位女士 她是新故鄉智庫協會的顧問 她被認為說有收賄的疑慮 也把它列為偵查的一個對象 所以已經往他的智庫的方向去了 你怎麼看 沒有 這個就是他那個基金會之一 新故鄉智庫協會 是柯文哲一個最早成立的 我們現在給錢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說這個都是公開的 譬如說他給映智庫的錢 每一筆都公開 就是說這種公開你跑不掉 因為金購金融機構轉帳過去 跑不掉 映智庫去把它提出來 去支付他的黃帶也跑不掉 然後他的信用卡 也用這個支付也跑不掉 董哥讓我直接問一件事情 我們講的210萬是公開登記 明顯可以查得到的 董哥 你自己判斷是 目前檢方有沒有查出 這個以外的金流 絕對有的 絕對有的 我剛剛講這210萬 這一些其實就是一個態度 表示我們公司都很感謝你 但這個要抓出來太簡單了 你把這7個人已經抓到了 你們這30萬誰給你的 你說從你賬出來 沒有 你的賬裡面沒有出來 這個太容易 你要是欺騙檢察官 那個最佳一等 所以這個錢絕對是 威京集團給他的 就是說我們跟市戰盧表示善意 跟民眾黨表示善意 你們7個人各拿30萬 一定是比較我講的這個情況 不會怎麼剛剛好 董哥 那週末有傳出說 他們開始找到一些 查海外帳目的專家 開始來加入他們團隊偵辦 這個是有這方面的訊息嗎 是 有這個訊息 而且這從前面就開始有了 只是現在緊揉密鼓在辦這一塊 這一塊可以講 他除了他的隨身碟之外 其實沈慶京自己這邊 他有一個賬 這個賬一定有人在做 那他們一定有拿到 只是說他在解讀 有些東西寫得比較簡淚 我覺得說 因為柯文哲前面一直講說 他就去唱歌 唱一次 怎麼樣不是 因為我們跟委安都跑過 市長很久 市長都有兩個警察 這兩個警察就是台北市政府 有時候比較緊急他會配槍 要是市長受到恐嚇他會配槍 你知道嗎 這兩個警察隨後 他有時候有些還兼秘書 所以為什麼要找陳文忠 這個人就跟柯文哲那麼久 那你跟他那麼久 擠一擠要 來 你把你 他也有一個規模 我跟委安也有 我們也有市長每天的規模 他只是有些比較隱密 他不公開 但是隨後絕對公開 隨後絕對也有 因為他跟在你旁邊 所以他每天晚上回去 他說明天市長第一個行程 早上4點50分要進哪裡 我就要怎麼樣 他自己有一個規模 你今天找他出來他絕對不敢隱瞞 為什麼 因為他是公務員他是警察 他怎麼敢欺騙檢察官 這警察是現在還在大安分局 當行政組長 還有未來還有仕途 應該不會為柯文哲說謊 慢慢會都勾擊出來 他們的真相到底怎麼樣 不過我們要插播一個最新的消息 屏東已經宣布 明天停止上班上課 稍後有任何最新的 我們都隨時動態的幫大家補充 董哥繼續請教一件事情 因為現在聽說北檢查這個金流 查到海外去 查出說他們發現一個時間點很弔詭 2021年11月1號公告金華城 獲得這840% 後來算出來的 那時候是公告20%容積獎勵 那在11月27號的時候 洗米華也就是澳門非常知名的 有被指控的大亨 洗米華他涉嫌洗黑錢就被逮捕 有人用這樣時間點去串聯 尤其是兩個人關係匪淺 台商就是說 審慶進入海外的資金 流向澳門賭場的話 按這個時間順序 賭業洗錢相關規定之前 不乾淨的這些髒錢 恐怕就已經從賭場的帳房 轉到其他的地方 開始用這樣的方式 去勾竄出來 不過到底能不能查出來 等一下要請教董哥 剛剛講到政治獻金 包括我們也查出來說 其實國民黨 民進黨都有這一種 很多企業給你大筆的政治獻金 而且給的方式 譬如說王鴻輝曾經舉例 榮大營界前任跟現任的獨董 曾經得林向凱 林耀文 都是新潮流的大將 多次用公司的名義 以及董作副董個人的名義 像民進黨跟南部的黨 這些民代們捐了很多錢 就統一說一家公司裡面 上上下下很多人 我捐給同一個政治人物 捐給一個特定的政黨 錢也很多 另外一個是連雲報 雲報大家都很熟悉 所以只有民眾黨會這樣嗎 民進黨是不是有很多 也是用類似的方式 我們包括今天還有最新的 民眾黨馬志為 他被人家踢爆 這也不用踢爆 因為這個整個過程 他就PO在網路上面 他創了一個新的媒體 叫做草傳媒 這個小草的草 草傳媒 他直接到立法院裡面開直播 民進黨大跳腳 為什麼 他前陣子才被指控 他收了中國人的資金 超過百萬元 來幫自己選立委 他們覺得有違反國安法 後來法官調查說 分兩個部分 一個確實有給人家資料 確實對方也是中國人 他們認為有違反各自法 判了八個月 但是一審法官認為說 這兩個人雖然是大陸人 但你很難判斷 他們真的有滲透的任務 所以他有關國安法的部分 是沒有判 這是一審的部分 但是民進黨認為說 這個案子到現在 還沒有完全 完全的定案跟離親 這個人不應該進到立法院 也希望韓國瑜 要好好處理這事情 請教董哥 他只要是中華民國國民 他為什麼不能進入立法院 你這個民意機構 民進黨現在草木皆兵 然後把很多東西 把它無限上綱 好像人人都在當共諜 這個其實是沒有必要 當然因為馬智威 那個時候那個案子 他那時候是民眾黨 所以很多人講說 他提供什麼資料 我一個朋友 以前在中央社也是記者 他認識一個大陸男朋友 男朋友說你要給我一些資料 他就把立法院一些公報 都給 調查局就查他 然後他就馬上沒有工作 然後最後得癌症就死了 郭梅蘭 就是我一個不錯的朋友 那他怎麼樣 他最後所有的東西 所有指控都無罪 可是他被抄家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無相商 民反的時候人已經過世了 對 就是我們 大家要想想看 我們現在民進黨政府 用這種東西到處在指控 那這種隨意指控 其實是一個很殘忍的事情 美國也曾經發生過 對不對 但是我們今天看 就是說在整個所有 剛剛大家討論的 這一些洗錢的方式 就是說你說澳門或怎麼樣 這個其實查不出來 因為你可以看 他都是用現金 那他只要不承認 澳門當地的政府 也不會幫你查 他跟你沒有相關的 而且一個以賭博為 為那個 等於說一個政府主要收入的 他最主要就是要保護客戶的隱私 他如果這個公開或配合你當地的法官 檢察官或怎麼樣的話 他就沒有信用了 這個是我們所了解的 那我們現在所有東西都用想像的 在想像的東西 在法律裡面是沒辦法起訴 那我覺得說 大家在講什麼西米華 或者沈應經那些 那些都是用想像的 完全沒有根據 除非有證據 剛剛講到小草已經飛到立法院 本來是誰要飛進去 青鳥 青鳥要飛進去 但沒想到是小草 所以現在人家在比 綠的跟白的 他們的網軍跟聲量 但這個很不幸的 黃國昌一個人 就打趴了所有的民進黨 不過我們現在看到另外一個柯 柯文哲 整個案情真的出現 很大一個變化 包括我們今天看到 鏡周刊有更多的這些內幕 而且都被當事人一個一個證明 今天這個禮拜 進鼓的辦案進度很扎實 因為當事人都出來證實 他們所報導的東西都是為真 另外一個 當我們上個禮拜週末的時候 柯文哲的包括隨父 還有他的貼身的這些秘書 被不斷的訓問有關柯文哲 過去跟這些大老闆 見面的狀況是如何 以及李文中正式的 被羈押進見之後 柯文哲態度急轉直下 柯文哲已經前面 被提訓了四次 他每一次出來 都走路很有風 很有自信 一抹詭異的微笑 就是我感覺要把檢方吃得死死 甚至在當時還有柯粉說 大家仔細看阿伯的頭髮 阿伯以前是白頭髮 怎麼被關變成黑頭髮 精氣神都來了 阿伯超厲害的 但突然間今天告訴檢方 我身心有狀況 我沒有辦法再救訓了 所以第五次提訓他居然不去 然後更妙的是 因為這個狀況非常罕見 但沒有想到檢方說 沒有關係 我們可以體訓你的狀況 就立刻就答應他 整個這個變化 大家說柯文哲出了怪招了 但是檢方似乎是有 已經準備好了 這到底怎麼回事 我們待會要請教兵哥 那最關鍵的朱雅虎 還有包括李文中 李文中今天也救訓了 這是一個關鍵 很重要的一個發展 因為李文中 知道他所有的贊目 知道這些錢到底怎麼動 他被羈押經驗了 導致柯文哲提訓 第五次居然拒絕 然後他的理由居然是 身心出狀況 身心出狀況 阿伯前幾次 身心看起來都好得不得了 還白髮變黑髮 這個逆 逆承轉 居然沒想到現在出了狀況 那民進黨的這個 御用律師黃定瑩就出來講 你心虛 你知道自己大勢已去了 那包括我們剛剛講的 隨滬已經第二次 昨天第二都被查 那個隨滬現在是台北市 這個大安分局的 行政組的組長 代表什麼 代表現在他還在線上 他為了自己的官位 他不會亂講 但有一個人就不一樣了 他的貼身秘書黃新香 過去他被問的時候 他對媒體比中止 今天講話又很政治 他說我今天就來 經營剪掉這台線 他在諷刺三立的馬姐 他說我覺得很難 畢竟我顏色錯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貼身的秘書 他可能讓檢方拿來做比對 但要他多出更多的真心話 可能有點難 倒是我覺得那個隨滬 為什麼被傳兩次 因為隨滬可能會要自保 現在北檢再度約談 前貼身的隨滬 昨天請了兩次 而且很密集 所以檢方應該是有比對出 包括黃新香也是第二次 9月27號一次 10月1號一次 但是鏡周刊現在 鏡骨 鏡骨今天真的滿爭氣的 很多料都是真的 包括我們看到 他說210萬 就是進化城底下的七名 威京底下的七名員工 每個人捐30萬塊 湊起來是210萬 然後鏡周刊的爆料 說這七個人當中有五個人 跟檢方講了 說當年2020年3月的時候 是公司的長官要求 公司長官直接給我們現金 一個人30萬 然後統一就用員工的名義 匯到民眾黨的 政治現金的專戶 然後現在被查出來了 為什麼是2020年3月 因為民眾黨 他們的捐款線 就捐款責任額 每個黨公子有一個責任額 他捐的時間就是每年的3月底 所以這個時間如果勾激起來 這個行賄的罪名 可能就比較明顯了 另外一個 鏡周刊這邊寫得比較含糊一點 他說審慶經2022年 也用同樣的模式 行賄了超過1500萬 這些最新的發展 要請教兵哥了 阿伯今天為什麼會 突然之間拒絕庭訊 我個人是認為倒不是這個 黃定瑩講的自知大事已去 我覺得他的個性 也不是這種樣子 我覺得比較像是 有點像在賭氣 賭氣 對 就是覺得不爽 而且等於今天下午 如果他出庭的話 他要跟李文中對職 如果他清白對職 不是更好一個機會嗎 不是 到時候兩個人 直接在庭上可能會吵起來 撕破臉 對啊 因為他們畢竟是50年的同學 當然我覺得這個 他到底的策略是什麼 這到底是律師教他的 還是說他自己就是不爽 所以不要去 但是其實檢察官是有 強制執行的權利的 檢察官其實就是硬要他來也是可以 但檢方今天的動作 顯然是他們是故意這樣為止 是啊 他就是你不來不來 OK 就尊重你 可是很多律師告訴我 如果說你這樣子 檢方是可以強制你的 但是檢方故意沒有 就是未來如果開庭的話 法官聽到這個環節 問到李文中了 你就沒有來了 法官的自由新政 會受到影響 這有可能會影響到新政 你就要看法官怎麼樣去看這個事情 但是我一直覺得阿伯做錯了 就是他如果要做的話 他一開始就要做 他應該一開始就把他整個搞成 就是政治事件 而不是司法案件 所以我拒絕配合 我要把他炒成是政治破壞 我一開始就要做 他應該一開始就要做 而不是現在出現李文中被壓了 我才開始我不配合了 因為你先跟大家講說 我就全部配合你 我給你兩個月的時間 你就慢慢查 那你現在突然之間又變卦 現在才一個月 所以沒有到兩個月的期限 所以我覺得阿伯 這個策略上是不是有一些問題 那當然最近有一大堆 這種東西冒出來 那一下扯到高宏安 一下扯到這個 這個賴香凌 那問題是這些東西 能夠直接把它當作是匯款嗎 是行匯嗎 這恐怕還有待釐清 然後你說那個七個人 每一個三十萬兩百一十萬 那個看起來就是一種 政治現金把它分散 然後用各自的名義去做 可是這個東西如果說到最後 直接把它作為匯款的話 如果用同樣的標準 很多政治人物 大概都要倒大 因為我覺得很多政治人物 其實大概都有所有類似的 那如果跟民眾黨 因為他們有責任的實現 就每年三月底之前一定要把 譬如說市長的責任是150萬 如果說沒有時間沒有到 怎麼樣 我是舉例 這個金額數字我是舉例 如果說是因為這樣時間點 然後我配合這樣子 政治現金的方式 員工去捐 這到底有沒有違規 還是它就是灰色地帶 沒有 基本上 因為我們政治現金法 對每一家公司 他能夠捐獻的上限 都是非常清楚 一般公司就是100萬 這個玉民委員很清楚 所以就算是你公司長官分散 就要每一個30萬 然後讓他總共270次已經超過上限 這已經違反政治現金法 但是這到底算不算行賄 這個又是另外一個問題 因為行賄的認定 其實跟這個有點不太一樣 所以我覺得 我記得我們之前在討論雲爆 也常常看到不同職位的人 捐了政治現金 因為雲爆也是類似的狀況 捐了一大堆 你看民進黨幾乎人人有份 但是如果時間點扣住責任的期限 這能不能構成收賄 玉民委員 你這方面應該有比較有 我覺得這個一定要證明說 有某種的對價 因為其實所有的政治人物裡面 他選舉期間 他接受這些政治現金都是合法的 只要他的額度是合法的 捐的是合法的 那就是合法的 所以這個是現在檢方的功課 就是他如果要證明這個是貪污 有對價關係 那他就必須抓到這樣 要證明對價關係 是時間點去勾擊 還是說我們要有對話 譬如說玉民委員這個事情拜託你 事成之後我給你1500 委員我先補充一件事情 因為有些觀眾可能 有一點這個要再幫大家回憶一下 這個捐的時間是在2020年的 3月24號到3月26號 然後一捐的最後一筆之後 這個台北市政府的官員 就已經立刻核定了回復 金華城的公文 時間點是這樣 那另外包括陳佩琪 他ATM不是去存款了 陸陸續續157萬 剛好也在這段時間 從當年的3月10號到4月14號 所以這些錢這些時間點 能不能構成我們大家覺得 有耐人尋味的地方 我覺得如果他時間點是 都切得剛剛好 就一通過就收到一筆錢 然後都在同一個很近的時間點內 那這個當然對於檢方來講 他就有在起訴上面 認為你這個是有對價關係的理由 你如果隔很遠 譬如說現在這個案子通過 他可能隔年 就是隔一年再捐 那你這個要硬說他有對價關係 這個可能就扯太遠了 但是如果很密集 在同一個月內發生 那這個檢方當然 他就會扣得很近 因為過去也有政治人物 之前大家記不記得 那個時代立亞許又明 他當時也是類似這樣子 他就是答應辦什麼事情 他本人 包括易小威也是 對 他本來沒有收 但是是捐了 當他的政治獻金 結果他也被判罪了 徐永明的案例其實是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個要看 他的時間點都得有多近 徐永明那個還沒有 錢都還沒進戶頭 還沒被判刑 那這個都已經進到民眾黨的戶頭 好 委員那我繼續請教一件事情 因為剛剛兵哥有特別講到 賴香檸什麼這個有待查證 可是其實我覺得鏡週刊 這次最厲害的是 因為當事人都真的證實了 鏡週刊寫的其實很隱晦 他說USB這件事情 USB大家還記得嗎 就是當時鏡週刊還有包括三立 他們報導出來說裡面有寫了一個 小省1500 這1500到底是什麼 到現在都還沒有揭秘 也沒有人出來否認 但是他告訴大家 USB裡面其實是政治獻金 為什麼呢 他裡面有點到兩個名字 一個高鴻安 一個是賴香檸 高鴻安那個時候要選新竹市長 賴香檸那個時候要選桃園市長 出現了在USB的帳策名單裡面 原本鏡週刊講得很含蓄 賴香檸親自證明 真的就是政治獻金 他出來回應 選舉期間 民眾黨撥款了110萬給他本人 作為競選經費 但所有的經費 所有支出 他都如實申報 個人也乾乾淨淨 我覺得震驚的是 所以USB裡面這些數字 真的是政治獻金 1500是1500萬的機會滿大的 從賴香檸的證實 可以這樣子去做推論 另外一個 現在小草也出來講說什麼 他們有數百萬元 這金額也滿大的 是斗內 斗內的概念到底是什麼 其實我們的法律 還是灰色地帶 但是有個問題是金額這麼大 那到底錢到哪 現在有所謂的關鍵證人咬出來 是李文中建議 留到木可的帳戶 木可是私人公司 大家還記得嗎 柯文哲他們都講私人公司 跟民眾黨沒有關係 那斗內給民眾黨的 怎麼可以進到私人公司 但是這筆錢到底要到哪 因為有個觀念 斗內最後是由 新加坡的公司付錢的 所以等於是境外資金 你用美金會的話 那到底 因為我們政治獻金 不能收國外的錢 那怎麼辦 所以許甫就跑去問 包括問他們的管帳的 包括再去問李文中的 李文中就告訴他說 那乾脆 對 你就匯到我的木可帳戶 許甫原本是想說 乾脆匯到眾望基金會 我不知道這樣合不合法 其實他還是有灰色地帶 講得不是很清楚 所以到底有沒有違法 我個人覺得有疑慮 因為我們就沒有規定 沒有規定到底 如果進到政治獻金 鐵定違法 因為資金是來自新加坡 撥給他們的錢 好 但是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什麼 什麼奇怪的錢 都會進到木可 這是證實的 而且許甫都有出來講 確實有被談 確實有講過這件事情 所以這一專爆料有被證實 而且鐵定告訴大家 奇奇怪怪的錢 都進到了木可 然後木可還有奇奇怪怪的錢 進到柯文哲的帳戶 所以幫大家爬出這項 然後另外一個包括我們看到 民眾黨智庫的孫鳳群 訓後也被無保請回 那四叉謀就說 他12萬的這些薪資 是用政治獻金付的 也不是智庫的錢 是政治獻金 但是賴香凌每個月5萬的顧問費 一樣都是顧問 一樣都是智庫的顧問 但是奇怪 他用的是智庫的錢 所以民眾黨有好幾個水庫 可以隨意的支用 等於說民眾黨用錢 是一筆很奇怪的帳 包括沈晶晶的同窗育友 是照片上這一位 台灣民版公司 他身兼又是律師 叫劉立恩 聽說很厲害 很有所望 所以兩個育友 導致沈晶晶功力越來越強 面對檢方活靈活現越來厲害 檢方說不對 這個人怎麼突然變那麼厲害 這次來跟上次來不一樣 到底誰幫他 原來是他的室友 所以就把他調 把他換室友 可能換沈炎毒犯之類吧 就比較不會有那麼多經驗的 那宏律兵今天也追受訪問說 柯文哲責任推不了 那他跟朱雅虎沒有鬧翻 不需要任何人幫他卸責 請教委員 我覺得聽到木可這兩個字 真的我現在覺得 他就是最大問題的來源 現在其實所有的事件 真的都脫不了 跟木可公司有關 那他明明就是一家私人的公司 但是怎麼會 從政治現金金華城 然後到現在 所有的錢 好像都跟他都脫不了關係 那我覺得這個是 目前最傷民眾黨的地方 就是說錢的部分真的是 就是完全講不清楚 然後看起來就是越來越 線越來越多 越產越多 就是一團糟的感覺 那特別是剛剛講的 如果說今天是要捐給民眾黨的錢 怎麼可以是進到木可公司 然後再轉出來 這個就完全不對 就是你明明是要政治現金 怎麼又跑到木可去 木可有人在監督嗎 我要問一個問題就是說 木可公司到底是誰在監督 坦白講基金會或政黨 都有主管機關在監督 今天一個私人單位的錢 那麼多錢跑進去那裡 那請問誰在監督木可公司 我真的很想問這個問題 因為私人公司 其實他的那個 各式各樣的東西 其實法規各方面都比較鬆散的 因為我們是自由市場 我們鼓勵企業成立公司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底下不受監督的錢 那怎麼證明他的清白 我覺得現在就是真的木可 敲到黃河大概也寫不清 委員 那我再簡單提問一下 你怎麼看賴湘寧出來證實 這USB提到他是跟錢 政治現金有關係 因為之前大家在講1500 不是很多人要去查那個 到底是下午三點 還是是錢 是一個代號 那我是不知道USB上面寫的 是不是都是這樣的數字代號 那如果都是這樣的數字代號 今天有人出來證實說 那個是一筆錢 那我覺得在邏輯上面 可能所有的代號 應該紫色的都是錢 那如果是這樣的情況底下 我覺得問題又更大了 而且我懷疑 檢方是不是透過他們 要去隔空問賴湘寧 你在裡面的名字代表什麼 對 因為賴湘寧沒有被約談 我覺得現在檢方真的 他是用盡了所有的洪荒之力 所有的線索鋪天蓋地 他沒有一個要放過 然後他再回過頭 再拼湊出來 這個我覺得對檢方看了這一篇 看了他的回應 要去解答這數字 可能會有更多的幫助 原地打撞的颱風 山脫爾現在終於有點小跑步了 開始往高雄的方式走了 那現在已經講了好幾天 他原地踏步這麼多天 那今天很多地方被檢討說 是不是白放了颱風架 但是明天又很多地方 幾乎不可能不放颱風架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連續三天 今天跟明天的雨量都很嚴重 禮拜四現在其實狀況比較不明 當然現在已經發現一個最新的狀況 他終於有往北方稍微偏過去 很多預測說可能就沿著西北部 台灣的西部這樣上來 證明點也告訴大家 是因為這個朝鮮 北轉這個朝鮮終於有建立起來 但是因為實在太弱了 所以你看到這個方式 果然就跟昨天日本講的一樣 沿著我們台灣的西岸這樣上來 那日本的畫法是 在最後可能在台灣的北部 他這個三陀俄就直接消失 在那邊魂飛魄散 在北台灣的上空 那最可憐 最辛苦的 就是我們地方的首長 昨天晚上8點的時候 北台灣的民眾都萬眾矚目 在看我們的首長們 到底8點準時宣布 很多人滑手機 滑訊息 奇怪 8點到了 怎麼都還沒有宣布 結果後來大概8點十幾分的時候 才有新聞出來說 基隆市長先率先告訴大家 放了颱風架 那這一個是記者側拍的畫面 當時大概8點1分左右 他打了一通電話 講完之後本來有點嚴肅 到了8點3分 講第二通電話的時候 就開始有說有笑 後來因為這個現場裡面 旁邊都是記者 都是媒體 所以他講完電話 記者直接問他說 市長 所以你們瞧好了嗎 四個首長是要放嗎 市長就說大家講好要放 所以他是第一個把消息釋放出來 但你說他是偷跑嗎 不是 只是剛好旁邊有記者 但是他們其實同一個時間溝通好 所以根本沒有所謂偷跑的一個狀況 那網友就在罵了 以今天的風雨來講 到底是放的是不是莫名其妙 是不是因為你要被罷免你會害怕 來細細的看一下 游淑慧昨天在公布之前 7點多他忍不住就先寫了一篇文章 請大家這個明天一定是上班 所以你一定要帶雨傘 結果講不到一個小時他翻車了 他說他怎麼可能放 太奇怪了 不敢相信 那蔣萬一也講說 這個昨天他也告訴大家 今天的下午會有明顯的風雨 其實我要講一句良心話 真的是滿明顯的 而且今天的白天 到我們播出之前 光是台北市 它的災情就有一百多件 很多的訴訟 所以如果真的今天是上班的話 其實很容易會造成人員的傷亡 所以昨天的判斷 其實是有根據一些數據的 那現在氣象史委被記者問到 說你昨天晚上7點 給北北基討的資料 風力的預測是8到9級 是有達到放假的標準 那怎麼今天告訴大家 你下修變成是4到5級 那這個吳婉華他就有出來講說 我們都是根據 這個最新的資訊給他 隨時都有做修正 那昨天有確認影響台灣的時間 會稍後的延後一點點 但是這個各地的 都有達到放假的一個標準 所以這是事實面的一個狀況 那不要光是檢討北北基 好像感覺好像 這個要找基隆的麻煩 我們看到台南 台南市長黃偉澤 連續兩天 其實今天的狀況 是從宜蘭 新北 台北 基隆 桃園 一路到台南市 包括中間中部縣市 通通都被檢討 說你們今天都沒有明顯的風雨 為什麼全部都放颱風架 黃偉澤被檢討兩天 因為他昨天也放 昨天更沒有風雨 那黃偉澤說 我們還是要把它作為一級開設 我們要嚴正的 幫市民的安全做把關 苗栗也被問 所以你為什麼會沒有風雨 會放颱風架 陳七拜昨天本來還沒有太過的敏感 人家問他說你會不會放三天颱風架 他說不排除 可能會放三天 今天再問他的時候 他就變得會比較 就是說他要到今天晚上才能做出判斷 我們要請教楊明 首先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在應對這種颱風 尤其他是一個比較路徑特別 而且他在昨天之前是強烈颱風了 已經增強到強烈颱風 我們常常講一句話 叫料敵從寬 玉敵從嚴 所以這個狀況下 你要知道昨天南部 已經有好幾個縣市 已經先放了一天的颱風架 我們剛剛有一個最新消息 是雲林 高雄 屏東 比較是中南部的這些縣市 已經先宣布了 北部的可能就一樣 要等到8點的話 他們講好了今天會很準時的8點 而且會統一一致 我相信明天放颱風架機率 還是高的 為什麼 因為這個颱風沒有什麼移動 他基本上那個位移 基本上我們可能一個人 跟著他的路 這樣子跟著他一起走 可能人走得還比較快 因為他的時速大概4到9公里 有些人慢跑的速度 都會比這個颱風還快 快走都比較快 對 所以我必須說當你 因為我們不會知道 這個叫事後諸葛 我們昨天怎麼會知道 他走得這麼慢 慢得這麼久 過去很多颱風 一個晚上過去沒了 可是這個颱風 他路徑已經很特別 然後他又這麼慢 這個狀況下 所有的首長敢冒險 我不放假 然後如果今天發生 真的發生什麼意外 大家怪你這個縣市首長 昨天其實我必須講 我們現在的颱風架 有一點民粹 就是說當今天全台灣 你要注意昨天是 不只是台灣本島 澎湖 金門 馬祖 22個縣市全部都放 這叫什麼 集體承擔 就是昨天這個氛圍 大家就一起放了 好了 今天就算今天無風無雨 就當作什麼 預防颱風架 就給大家做颱風準備 防災準備 明天也許風雨 會稍微比較明顯一點 至少大家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會不會拖到後天 這個就不知道 這個要看明天颱風 它的動態 可是目前看起來 明天確實機率是高的 我只能說像北北季桃 只要你今天是 四個首長共同決策 就是共同承擔 也不用去扯說 什麼罷免或怎麼樣 當然我認為 如果今天沒有罷免 也許決策可以更 這個所謂的依據 所謂的相關的報告 來做決定 其實放不放 我覺得要尊重首長的判斷 但是還有一個 也不要雙標 好像北北季放了 就要去大罵特罵 但是當陳其邁 大家還記得嗎 去年的時候 他也放了颱風架 結果無風無雨 沒有明顯的風勢 當時側翼怎麼講 他說就是提早做好準備 在家裡面 做好準備 怎麼樣 你當時以為真的在休假 當時側翼是這樣講 現在輪到北北京的時候 又是講另外一套標準 剛剛有個最新消息 花蓮他也放假 昨天還有一個狀況 這個真的我也深受其害 昨天晚上 因為八點宣布放假 很多人立刻跑出來 唱歌的唱歌 吃火鍋的吃火鍋 昨天還有一個 很特別的狀況 台北市政府居然在昨天 傍晚五點的時候 毫無風雨 也沒有明顯災情的時候 立刻宣布 要把水門給關閉起來 倒是新北市 其實他們就同一個地方 新北市的水門 反而是在晚上的十點才關 五點都還沒下班了 一關的時候 題外這些道路 通通都塞住了 所以你看到我們拍這畫面 多驚人 多久久久沒有看到這種畫面 居然對外的連外道路 全部都塞車 變成是大型的停車場 包括東湖汐止這些地方 塞車塞得很離譜 到昨天晚上十點多我要回家的路上 一樣都塞得這麼嚴重 所以蔣萬恩今天就告訴大家 他們未來的判斷會更加的精進 但時間落差實在太大了 這個做決策五點關門的這位官員 你離民眾的生活實在是太過遙遠了 太過離譜了 昨天晚上很多人一聽到放颱風架 多出來的 本來以為沒有 立刻KTV官網都爆掉 好樂迪錢櫃瞬間就爆滿了 大家立刻衝去唱歌 這是一般人 如果不是一般人 如果是學霸 人家第一時間聽到要放課 要挺課 衝回學校 北女我們學霸 衝到學校去拿課本 然後我有問 如果不是學霸的一般學生 聽說是今天早上十點 十點之前去學校裡面 拿書本這樣 然後包括我們也看到 有位吉隆坡的大馬的機師 他這個被嫌棄說他很年輕 如果颱風的情況 要回到台北的時候 他穩嗎 有經驗嗎 他就PO了一個影片告訴大家 你看我們不只穩 而且穩得不得了 我看尾翼是綠色 應該看得出來是哪一家的航空 還有包括我們看多美國記者 說台灣的人很奇怪 颱風一到玻璃 全部會貼XXX 他覺得很愚蠢 因為台灣也該先進了 把我們現在的玻璃都是強化玻璃 你貼不貼也不會怎麼樣 貼了如果真的會碎掉貼了 其實也是沒有用 另外一個講到科技進步 揮達的AI 昨天已經非常精準的有預測 說我們大概就是往 台灣的這個西部上來 另外一個很厲害的 還有包括日本的氣象廳 反而是台灣我們自己 昨天第一時間慢了一點 後來才做出修正取較玉風 好 我們先來講那個貼X 貼XX其實應該是我們從小的記憶 大家記不記得以前我們小時候 在要準備颱風的時候 在學校就要貼米字形 所以我們是從小就是有這個記憶 就是老師教我們的 所以這些到底要不要貼 現在來講的話 其實簡單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說如果它的陣風達到10級以上 你貼什麼米字形貼一個腕 你都沒有用 它會碎就會碎 那如果沒有吃雞以下 你貼那個其實現在的工法來講 你也沒有增加它的那個 所以其實銀建業者就是說 就是它玻璃本身已經強化了 你貼其實沒有幫助 但是如果真的會讓它碎掉的 你貼了也沒用 對 所以銀建業者就是說 其實你貼那個比較像是符 就是你一個心理作用 所以你該裂的你還是會裂 所以你如果就是你沒有的話 你也不用太擔心 然後再來看回答這個AI的一個預測 其實在過去來講的話 大家知不知道這個NVIDIA 它之前是弄了一個Earth Earth是什麼 就是你多一個地球 多一個地球 它可以隨時來監測 然後隨時可以用這個濕度 然後所有的東西 它就變成說它即時生成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為什麼它的這個路徑 會預測得這麼準 可能就是跟這個有關係 它是用即時的 你不是用過去的一些方法 可是颱風的路徑 這種走向來說的話 其實都有一點事後諸葛 你第一次準不一定 你可能就是說你其他的 你要多幾次 所以這些東西過去來講的話 你說以前大家記不記得 這個路徑的走勢 美國軍方的 日本的 台灣的 大陸的 其實你會看到說 怎麼完全路徑都不一樣 因為大家測試的 這種基本的參數 是不太一樣的 可是這次AI來講的話 你包括這個Google 包括NVIDIA 包括福西 大家都可以露出一個 跟大家完全不一樣 然後AI都是自己是準的 這個東西我覺得 應該就是科技上面的一個 新的一個進步 或許對以後大家來講的話 這個是可以真的是 比較有所幫助 然後剛才講到這個錢櫃 錢櫃今天真的是完全爆滿 但是明天風雨會比較大 大家要衝之前 大家要想一想 你衝出去 你唱完歌 四個小時買完單之後 買完整點之後 你要回來的時候 可能就是狂風暴雨了 狂風暴雨 所以很多地方其實是需要 中央部會來調度跟幫忙的 所以賴清德 我們總統 還有包括行政院長 整個內閣 他們就會有開一個 相關的會議 就是問地方政府 你有什麼需要協助的 但是昨天有一個狀況 大家覺得匪夷所思 上院我們的賴總統 又開始在對我們的地方首長 做了很多這些 不知道像是立威還是教訓 還是什麼樣的狀況 當花蓮縣長徐正衛 在跟他對打的時候 他報告總統 我們要撤離的地方 我們預警性的 先撤離的人數有3013人 總統就問他 不對 我看我手上的表格 8259人 你確定嗎 有沒有確實掌握 那徐正衛一臉糊塗 一臉迷茫 就問說不對 我們就是3000多 沒有 包括總統就是3000多 一來一往總共六次 那縣長都那麼篤定了 總統為什麼一定要問那麼多次 多次也是一個很奇怪 然後縣長他們團隊 就開始翻資料 說哪來的8000多 怎麼憑空多出了5000多個 需要撤離的災民 他們也覺得很奇怪 後來內政部也出來講說 不是 因為總共有四種類別的 總統拿到的那個表格 是把四種類別的統統加起來 事實上不是 所以就出現一個狀況 這一張是總統看到的 11月1號他的表格裡面 可以看到這一欄 8259人 實際撤離的是3013人 到今天第10次的匯報裡面 已經下修變成是 剛才預計要撤離的是5082人 累積的是3064人 這個到底是總統管太多 還是我們的徐縣長 真的是狀況外 要請教楊明 我想賴總統 最近溝通的誤會特別多 從降臨的事件到這一次 當然我覺得現場 確實他們有秀出那個表 確實有一個8259的數字 但是你要知道 如果今天你是一個 叫做我去視察 總統去中央災害疫面中醫 基本上就是去了解一下 像這個視訊 就了解一下各縣市需求 你不需要管到人家撤離 因為你總統也不會去幫人家撤離 對 今天人家縣長 我必須講 昨天徐鎮衛縣長他講了一段 很精細細緻到什麼 他說有61個村裡 有1515戶 有在籍的 就戶籍人口叫做5800多人 然後實際住的 因為有些人有戶籍 但是他也許人不在花蓮 然後實際有3000出頭的人 住在那邊 已經撤離了3000出頭的人 昨天徐鎮衛縣長 是把這個數據講出來之後 然後賴新的才去質疑說 我這邊看到是8000多人 那你們真的撤離了嗎 他就有一種叫懷疑的感覺 就他覺得 你現場是不是在騙我 我拿的數字跟你看的不一樣 那當然後來內政部說 這個總統看到的數字 也是花蓮縣政府提供的 就如同剛剛這個州長講的 那8000多的數字叫做 也是戶籍人口 可是他是所有 包括什麼土石流 異城孤島 水災 就所有都要去把它列管的 列側的 通通把它列進去 可是通常在颱風的時候 比如說縣政府他們會知道 哪些是優先撤離 尤其像海米颱風 今年上一個颱風來的時候 花蓮總撤離的人數 就3000多 上一次颱風就3000多 這一次你要怎麼伸出8000多人 所以我必須講 如果你今天賴總統 只看中央在應變的東西 雖然那是花蓮政府提供的資料 但那是中央要求提供的資料 所以如果你看 為什麼他要下修 一定是昨天賴總統說 那你給我這個數字幹嘛 沒有意義 那你給我 你應該給的是 實際需要撤離的這個數字才對 所以你看注意看 他現在趕到5000多 5000多是戶籍人數 而實際撤離的人數 有很多也許在外地工作 他不需要撤離 所以我說這個 各地方政府的責任 總統只要掌握 只要確認就好了 不需要一直問一直問 當然總統一直問為什麼 因為他做過台南市長 做過行政院長 他要告訴各位縣市首長 現在這個時候是演習四同坐在 馬上這個颱風要來了 大家要皮腰繃緊 有這個意思 但是我覺得去兜那個 什麼數字到底對或錯 其實已經沒有太大的意義 而另外一個很大的差別 過去你記不記得蔡總統 蔡總統有一次地震的時候 到災害應變的東西 然後花東的官員 都已經在線上等了 因為要提供 要講需求 救災後續的一些重建的需求 結果總統沒有Cue他們 這兩年前 大家還記不記得 玉里地震那一次 結果總統是理都不理他們 這一次是 不只理 還要去糾正你的說 一個是連問都沒有問 一個是問到狀況壞這樣子 這是兩個總統 不一樣的形式風格 我想不管是哪一種 關鍵在於說如果沒有災情 都是好事 我覺得賴總統這個部分 就是太過沒有專業的準備 他可能用台南的 西岸的城市的人口去算 怎麼可能只有三千多人 至少八千多人 這個數字才精確 所以他看到 這個其實不符實況的 這個數據裡面 他就開始問 另外一個 他沒有尊重地方的首長 他覺得內心裡面 徐真衛就是混 你說狀況壞 一般我就算有懷疑問了兩次 人家很確定 你就應該說 好 那可能就是三千多人 你問六次 你就徹底徹尾 你覺得你就是找機會 要羞辱徐真衛 徐縣長他今天也沒有要抱怨 他也是強調說 這個我們把數字講清楚就好了 對 我現在在講總統賴清德 他的內心的問題 觀眾朋友晚安 颱風天平安 歡迎收看國民大會 維持網檢修 我們先來看看 最新颱風山陀爾路徑圖 目前看起來風雨 才會繼續在持續減弱當中 不過我們看到颱風的中心位置 現在正在高雄 以至於高雄這個位置的風雨 非常強大 那接下來晚上八點就要宣布了 到底會不會達到 停班停課的標準呢 最新當然有個報導是說 連江縣 澎湖縣 台東縣 達到了這個標準 其他縣市 有沒有新的預報結果 明天還有沒有颱風架 持續來觀察 但的確在南部 尤其是高雄這個位置 風非常的大 有一些地方 包括美術館區等等 已經開始淹水了 颱風放不放假 這件事情是台灣奇蹟 全球只有台灣這麼的特別 因為大家都有正式的考量 不同的考量 但是對於三三會理事長 經濟上面的損失來講 林伯峰講了重話 他說製造業都來講 我們都要加班的 正常工資之外 如果再加1.33倍 一千年的工廠 就直接要增加 四到五百萬的成本 所以放颱風架 他呼籲要慎重 不要只有政治考量 放假的人 很多人去百貨公司 KTV 戲院 因為一台一天 全台灣至少損失315萬 當然一般民眾來講 除了企業很多 是不給颱風架 他不是架嗎 是不給薪水的 那你放假可以 這樣就沒有薪水 或是什麼外送的人員 不能夠出門來 跑單的時候 損失當然就很大 那但是派完颱風架 如要無風無雨的話 就是像這樣 很多去唱KTV 跑出去 那大家要滿意的 決定是什麼 例如台中颱風架 第二天是這樣 萬里無雲 小朋友都忙著 出去曬太陽 這樣的所謂的 要民眾都滿意的決定 是民粹嗎 很多網路上的網友 決定了台灣的政策決定嗎 有一個人跳出來講話 叫前立委鄭運鵬 是要付出了嗎 他說北台灣放了很瞎的颱風架 北北基陶的罷免颱風架 名流侵蚀 但問題是這個 台南高雄 不是放更多天還多一天 都快要十億長假了 桃園市府新聞處長說 桃園沿海地區 平均風力跟震風都達到標準 鄭運鵬化身政治氣象專家 才會名流侵蚀 不也是基於政治的議題 才來評論跟批評嗎 台風架到底該不該放 其實有很多的考慮 例如亮哥直接認為 至少銀行跟股市要上班 可是因為股市跟銀行 要上班就牽涉到很多的人力的 要不要持起上班的問題 要有辦法用網路直接來解決 會是一個重要的基本點 但是呢 否則的話 股票 匯款 這些問題對於經濟的損失 當然就很大 他認為經管會都不管 這是不對的 那氣象主播戴立剛說 現在連評估放假要不要放 都是滿滿的選舉考量 如果高雄週五再放的話 就可以致敬中國 下十億長假 讓大家都放 每個禮拜都放掉了 好 那麼最高雄人 罕見的受避難警報 當然就是因為 現在中心的這個海 颱風的中心位置 是最紮實風雨的位置 現在進到了高雄 所以罕見受到避難警報 說哇 實在是 不要隨便到一個 什麼鐵皮屋的地方 都要盡量不要去 然後要留在安全的位置 有奇蹟的民眾說 我家在七樓 搖得像在地震一樣 我好幾個高雄朋友 跟我說我這恐怖的 風險 有夠頭有夠頭 這恐怖的 太刺激了這樣子 那甚至這個在氣象 預報的部分 氣象署被說是氣象女神 氣象署的檢驗 即是吳婉華 變臉 為什麼 因為這一切的標準 預測不是來自於氣象署嗎 就有記者問他說 傳說 風測專家 因為休假的關係 才會導致 沿用前一天的資料 所以不准嗎 那氣象署 這位吳婉華 立刻搬起臉來 應該變臉了嘛 他就說 什麼叫風測專家 到底有沒有風測專家 那這個當然大家就來討論 根據氣象署的資料來研判的話 韋漢 這是專業考量 還是 還是這個 沒算命 沒有算一定準的 颱風要怎麼走 我是講氣象署 因為吳婉華 我相信台灣應該 沒有看過他的人很少了 這麼多年 他就是在颱風 預報方面 最專業的專家 那氣象署 他現在目前裡面 又不是只有一個人 所以其實媒體是 就是想要問他說 是不是有一個很會測那個風力的 他這兩天沒上班 我不知道他們消息怎麼來的 但我好像是完全就是 就是一臉問號 就是你在說什麼 我們所有數據都是 都是各國都會參考 然後我們做出的結論是這樣 我不覺得確認署 這次有哪裡不準 但他的行進速度非常慢是事實 所以就一直留在高雄 那以這個狀況來看的話 現在目前他的風力極強 是已經講了好幾天了 沒有這個著陸沒有在這個 直接高雄受影響 你還真不知道 那今天一整天你看 各大新聞跟那個 高雄的風力畫面 嚇死人 14幾以上 那所以很多東西 連便利超商被吹壞 貨櫃被吹起來 確實風很大 那這種狀況 大家就會覺得說 應該放假 只是他因為來 他走的速度太慢 風速很快 但是他移動很慢 所以就等了半天都沒有 覺得說這是你做的 所以這個我覺得 不用去怪氣象署 第二個 現實在高雄台南 目前的風力這麼大 如果他繼續往北走 會怎麼樣 已經出現了三個部分 不同的版本 因為原本昨天 日本氣象廳是說 進到高雄以後 他會往東南走到屏東 就是一個倒V字形 可是今天中午 日本的氣象廳修正說 他不會走去屏東 他是直接又退回高雄 又從香港又退出去 變成這個風潭方唐進 我進去了 我又出來了 打好笨蛋 但如果是那樣的話 高雄會很慘 壓力會很大 對 他會很慘 那我們的氣象署的預報不是 是往北那個颱風中心 繼續往莊商賣走 然後我們北臺灣 就會受影響 如果是氣象組的預估 我覺得等一下八點鐘 說不定臺北 新北 還有基隆 高雄也是晚上八點才宣布 對 都是八點 我們現在不用預測 但是我跟你講 如果是那樣走的話 那北臺灣就會受影響 那另外第三種是 既不是往南退回去 也不是往北 往北 北臺灣走 而是往西的話 那整個包含南投 台中 新竹這些 受的影響就會很大 那我是覺得 這個颱風確實怪 那氣象界有一個術語 叫做秋台無人知 沒人知道 他會怎麼樣不知道 那還有我剛剛講 這麼多狀況 還有一種狀況是 他就就地變成熱愛性低氣 他就不見了 消滅死亡 對 他就不見了 所以我是覺得 四個字叫料敵從寬 每一個縣市首長 你不要講什麼選舉考量 現在說實在的 也不是各地都有選舉 那你看高雄市長陳其邁 他早就是第一個 就放假了 那他放個第一天 也確實沒有什麼情況 那他現在也要選嗎 也沒有 所以縣市首長 他的考量是 觀眾朋友必須知道 他如果 今天我在臺北市 新北市基隆 他是整個北北基桃市生活圈 有沒有基隆跑去 臺北上班 西北上班 也有 一定很多 對不對 有沒有桃園 所以他這個是連動的 那既然風勢有可能大 上班通勤的時候 有可能危險 現在基隆就淹水了 對啊 那你縣市長 覺得說我不要讓我的市民 在淹水的狀態 風大的狀態 或者是颱風的狀態 上下班通勤 他做了這個決定以後 他去承受就好了 我覺得其他的網友 不用那麼多意見 今天放假 你說北臺灣還好 確實北臺灣目前的風 風勢雨是沒有高雄那麼強 大家都跑去KTV什麼的 那如果今天他不放假 而有人在通勤的時候 出事了 出事了 有傷亡了 那要怪誰也是怪縣市首長 所以我覺得縣市長 你不用管網友那麼多意見 自己做專業的判斷 該放假放假 那放假不是會讓大家去玩 是要讓大家平安 我們不要有任何的傷亡 好 颱風過去有個笑話 網路笑話說 蔡英文前總統 好像有個颱風遙控器 可以遙控颱風怎麼走 所以他在任內的時候 颱風造成的傷亡比較小等等 被說這個遙控器 有沒有交給賴清德呢 好 我們來看看 有一種叫做氣象武器 有可能研發嗎 其實這還真不是隨便 網友說說而已 在英國的情報系統 情報處 就說他很多的情報認為 這個夏威夷火災等等 都是美國在研發氣象武器 所造成的 那當然這個到底有沒有 還有在證實 不過國防部趕快宣佈 台海周遭沒有爭獲 任何的共機跟共箭 等於是抗中保台 颱風最有力這樣子 好 通勤明就問 被問到 他就說事實上沒有什麼氣象武器 沒有 也沒有這個遙控器 但怎麼樣呢 有沒有這個氣象武器 偷用30分鐘的消息 這個新聞出來 大家都 什麼東西 怎麼回事 原來是說 台灣北部圍中心 有30分鐘 形成像結界一樣的東西 這結界什麼東西 就是圓形的 各種顏色 那網友說 這顯然是氣象武器 被發現的嗎 從7月31 應該不是7月31號 應該是昨天 之前的 之前的 7月31號 我還以為是這一次 這之前的消息 停了大概半個小時左右 但其實這個雷達微波圖 是按照水器 跟這個雷達去撥應的 應對的結果 所以才會顏色的發現 顏色的發聲 當然是降雨率 有沒有 當然很 那現在還在 武器是不是在研發中 不知道 但台灣當然就要看 人力那麼勝天 天算不如 人算不如天算 但是呢 各種的消息 一直傳出來說 各項僑委會就說 大陸祭出低價旅遊 放在搶人 因為大陸在什麼 十一國慶 但中國大陸說 這個有沒有利用低價旅行團 去阻撓僑胞 到回到台灣來參加國慶活動 然後讓他取消回台 去低價去大陸旅遊 這個是林毅君說的 他說這個不是空穴來風 而范棋斐則是對於說 其實一天到晚要抗中抗中 我們現在直接放的是像 十一長假的裁風假當中 而賴清德總統當說 不簽和平協議 反而是讓范棋斐當時 駐美滿久的一個媒體前輩 他說讓美國溝通 有沒有溝通過 這個是讓他們最有疑慮的問題 否則他沒有溝通過 就講這個話 倒是滿替台灣來擔心的 請講一下大家有沒有看過 2017年有部電影叫《氣象戰》 《戰鬥的戰》 它內容就是人類用衛星網路 控制全球氣候 本來要保護大家 結果沒想到系統當機 反而去攻擊地球 傷害了人類 但是所以根據這部電影的 預料跟未來的開示 我只能說彭啟明部長現在說 事實上沒有氣象武器 我覺得只能是現在 未來會不會有 其實我覺得很難講 而且如果真的 他研發成功的殺傷力 一定是非常驚人的 但是根據這個圖 說台灣被圓形的結界 包圍30分鐘這個事情 其實已經有相關人出來說明了 他有可能是因為雷達 因為不明的因素 遮蔽或故障的狀況 又或者是因為雨太大 雨滴太密實 導致雷達的雷達坡無法穿越 看不到後方的雨區 才會出現一片白色的情況 這個情況 我們照片上這個是7月31號 但是昨天也出現一個 昨天也有 我也記得網坑老師 對 他是有一段的後半段 整個面白色 大家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 因為前面被屏蔽了 雷達坡過不去 所以才會出現後面 都是白色的情況 這有的時候也屬於正常的情況 所以跟氣象武器有沒有關係 應該沒關係 大家不用太緊張 故障了 我相信世界各國可能在研發 但是目前應該是 但是還沒有研發出來 再來我討論一下 僑胞會會說 大陸用低價的旅遊方式 在搶人 讓僑胞不回台灣參加國慶 我是覺得滿有趣的 要知道我們的僑胞 會不會回台灣參加 中華民國的國興 應該是看他們的愛國程度 不是看旅遊價錢的高低 來決定的 如果真的愛國 愛台灣 愛中華民國 我想他們一定會回來 但現在為什麼很多僑胞不回來 我覺得民進黨反而是 好好想清楚 是不是他們的意識形態 造成了他們不願意回來 因為現在綠營的操作模式 整個我們中華民國 只有台灣 沒有中華民國 只有台胞 沒有僑胞 沒有華僑 請問一下那些 愛中華民國的僑胞們 怎麼會願意在民進黨 這種意識形態之下 回台灣 回中華民國 來參加我們的國慶晚會 今年滿滿的 中華民國元素 對 今年都有了 所以我相信今年 回來一定很多 票搶得非常兇 大家等著看禮拜 禮拜六晚上 希望不要有颱風架 所以我覺得綠營的意識形態 才是真正主缺 僑胞回台的罪款獲勝 我也沿這個話題問 你看看 現在所謂賴總統講的 要有40萬的名利的這個概念 居然警銷 已經開始有些人打電話 要退訓 已經退伍的 或替代役的人 叫他們回來 要辦招訓 結果大家都 為什麼 為什麼我現在要回去 我都退伍那麼久了 報導率才4成 民眾很緊張 為什麼我這個時候要去 是真的已經要40萬民兵 明年說要就位 現在已經開始準備了 我覺得民眾當然會擔心 但是 錦銷同仁的態度 跟賴清德的態度 大家可以來做個比較 賴清德 9月24號出席這個活動 喊說不簽和平協議 他參加的是什麼活動 參加的是 基督長老教會跟福摩薩學院 舉辦的活動 這個一聽起來 就是一個比較偏綠 跟台獨的一個團體辦的活動 而且要知道 兩岸最近沒有人在討論 所謂的和平協議 賴清德就突然講出這個來 很明顯的 車屋在談和平協議 對 他突然講出這個來 很明顯的就是為了要鞏固 某些深綠團體 所講出來的話 對於台灣的未來 他完全沒有擺在眼裡 這是政治考量 跟意識形態考量 但是警銷這個所謂的招訓活動 跟各位報告 的確一開始 我所了解到 以台北市為例 的確有些不滿跟懷疑的聲浪 因為他覺得 怎麼突然有這個消息 到底有沒有這個事情 後來我去確定一下 的確有這個事情 這是今年內政部的規劃 而我們台北市的警銷 在一開始的懷疑之後 接下來知道是正式 而且真的有這個活動之後 配合率非常的高 要知道 我先以我們的消防局來講好了 前面四個題詞 大家知道盜訓率有多高嗎 95%多 這麼高 對 台北市非常的高 然後我們的警察同仁 目前也已經招訓了800多人 也就是說 對於這些警銷同仁 我是非常敬佩的 他還是有使命感的 對 他們是有使命感的 他們知道 不管他們是在職 還是退休 退伍 他們都有他們的使命感 跟他們必須要做到的事情 為國家服務 對 當他們知道 這個消息是正確的 而且對民眾是有利的 他們來幫忙協助 甚至回來參加演訓的比率 是非常高 那為什麼這次這麼低呢 這應該是某些其他縣市 在一開始還搞不清楚情況之下 所造成的結果 後面我了解到 他們有去溝通 所以剛開始一兩梯的時候 人來比較少 但是他們不是不來 他們是改成後面的提示回來 所以實際上 他們後面都是願意回來 參加這些所謂的活動 那就是大家怕 是不是真的有一種 要打仗的氛圍而已 沒錯 這是一開始 他們有懷疑 不要是真是假 在一開始他們覺得 突然講這東西 是不是要打仗了 所以他們的一些不滿的聲量 是比較高漲 但是當事實理性完之後 他們也了解到 他們應該做的事情之後 我相信 全台灣不只台北市 所有警校同仁 都是值得我們佩服 而且欽佩的 他們願意回來奉獻的心 我覺得是不容易 不容大家來抹滅他們的 是 美中對抗 來看看情報戰 現在打仗 情報系統才是關鍵 看到以色列發生的事情 我們就遲到 CIA 美國CIA 說要加強招募 中國大陸的公民 來當線人 他還特別講 不喜歡習近平的 可以跟我們合作 招募包括中國大陸之外 還有伊朗 北韓的公民 做線民 CIA的官員表示 許多中國人 對於習近平不滿 可以透過跟CIA合作 幫助自己的國家 當然中國的駐美大使館 發言人劉鵬宇回應了 他說這是美國 在對中國發動有組織 而且系統性的假訊息戰 其實很好奇說 怎麼這種招募可以公開 是在104人力銀行嗎 還在哪裡 怎麼可以公開被發現出來 原來是因為中國大陸 就高調宣佈 抓到007 怎麼概念 就是說CIA 有20個人當間諜 而且在辦公室內 就直接被抓到 還有被爆頭等等 這個消息傳出來 還有啊 這個內部 就是在這一波一波的抓 這個 所謂的潛伏的 勤制人員的過程當中 發現了這個招募公民 當線人的CIA的行動 好喔 那在這種對決的情況裡 南北韓當然更嚴重了 在南韓有一位歸順了13年的這個脫北者 結果想回家 開個公車 想要闖統一橋 直接衝回北韓被逮捕了 南韓現在大概有3.4萬名的脫北者 在北韓因為長期缺糧 可能各種的集權的統治之下 鎖北人數還在增加 但到南韓卻不一定能夠活得好 看韓劇就遲到了 或者是說現在最新台灣 是不是有一種兵兇戰危的氛圍 賴總統講的要烏克蘭模式來做準備 我們真的很怕像烏克蘭一樣 現在甚至有一種為末日準備的動作 叫什麼 美中同步的要求 車輛都要安裝一種AM收音機 大家都說這個不是上個世紀的產品嗎 我講說大家還是安裝一下 像我們廣播節目很多都是AM 就是說是不是大事要來了 如果通信網路故障 各種系統沒有的時候 就只有AM收音機可以收聽到 重大的訊息 中國工信部甚至說 是為了因應突發緊急狀況 才會推動車輛強制安裝 這當中當然有一些緊急備用的需求 維翰 好 我先講一下 因為我跟潛秋都是廣播節目主持人 廣播確實無眼佛界 你真的出現什麼狀況的時候 就像之前 我為什麼剛剛踏入這一行的時候 就是廣播 你九二一大地震的時候 整個大停電 但你只要把電池裝進收音機 你就可以聽到訊息了 所以真的是我講的那個狀況 我就不多描述了 真的很混亂的狀況 什麼都沒有 沒準沒電的時候 廣播還是會information 所以其實最原始的東西 廣播它確實還是有一席之地 第二個 美國這個動作我真的是看傻眼了 因為這也不是什麼誤傳 或者是網友在這個苦手 是真的CIA的這個藍利總部 他發在YT跟臉書 然後X平臺Telegram IG 通通他就給了一個指引 這邊我們就不放了 他指引多清楚 他說如果你對中國的政權不滿 你又瞭解機密的話 請試圖跟我們聯繫 那你要怎麼做呢 你要用這種隱藏式的瀏覽模式 然後你要更新你的那個 就他可以給你Chrome 或是什麼FOX 不要用什麼要用什麼 要用這個美國可以認證的 然後你要去注意他的VPN 你要去使用跳VPN系統 而且你不要去用俄羅斯 伊朗跟中國的VPN公司 你會被抓到 然後過程當中每一個動作 怎麼樣連上CIA的總部 他等於是公開在招募叛國者 當然這個是中國跟美國的事 他意思說你對習近平不滿的你來 我們是在吸收你 那你真的敢去聯繫以後 你被破解了 你的明天你就再見了 對啊可是他這個是玩真的 那當然有兩種解讀就是說 為什麼你要這樣做 你可能是要去策動一些 讓中國大陸去清查內部 讓他亂 第二個就是說 或許CIA也確實無法打入 中國大陸的情報系統 要到公開招募 他沒辦法打進去嘛 所以他就講說 那我乾脆去找那一些 那我是不知道 因為他已經都公開了 每一個動作 他分七個動作 你要怎麼做 你要怎麼上網以後 你要怎麼樣安全 那真的有人照他這樣做 是不是保證安全 我不知道 但是他已經把那個動作 做出來的時候 美中關係只會更交惡 這麼公開 對啊 因為中國大陸會想說 你要搞什麼 所以中國大陸外交部 已經直接抗議了 你在做什麼 那以往我相信 各國之間的情報網 一定都會派人會滲透 可是我真的是第一次看到 公開把 你如何出敗你的祖國 你如何出敗你的國家 你對習近平不滿 歡迎來美國提供 我們CIA會保護你 然後把每一個動作 你要怎麼隱藏 跳VPN 全部都寫出來 可是你竟然把它寫出來了 那你說中國大陸的這個 網路的相關的部門 跟情報網 不會去針對他講的 這每個動作 去進行破解嗎 我覺得我其實不太能理解 為什麼CIA會把這個動作做這麼大 如果你已經訂閱了 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了 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謝謝 拜託拜託